謝謝主持人 提問人 宋主席 韓市長 全體的國人同胞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在過13天 台灣即將選出未來4年帶領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相信1月11號的那一天 全世界的媒體都會來到台灣 他們來觀察 來報導 2020 年面對中國的步步禁閉 台灣人民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1月11號那天 我們可以選擇對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妥協 把年輕人的未來整個讀進去 我們也可以選擇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捍衛主權 捍衛中華民國台灣 這是我第三次參選總統 辯論會對我來說並不陌生 但是我此時此刻的心情確實沉重了 看完了前三場的證監會 以及剛剛韓市長的深論 我相信 不只是我 全台灣的大多數人 對於要從韓市長的口中聽到具體可行的政策跟證件 已經是不抱任何希望了 前三場的證件下來 我向全體的國人同胞 分別闡述了國家元首的條件 兩岸關係的發展 能源轉型的現況 區域均衡的計畫 司法改革的成果 社會照護體系的建構 社會安全網的強化 對社會弱勢者的協助 以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目標 對照韓市長 他只有一個證件 就是恢復特徵組 國家其他的面向 不管是兩岸的 外交的 國防的 經濟的 社會福利的 他完全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 今天的辯論會 我對他的期待也不高 我只希望他 不要再扭曲事實 再講假訊息 不要再抹黑 不要再信口開河 可是 我聽完了他剛才的聲論 跟四個欺騙說 讓我覺得 又來了 這裡 畢竟是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 我們三個人都有責任 為台灣人民留下一個 值得驕傲的民主選舉的過程 我在前天的政見會提到 每一次的選舉 國民黨都會說 民進黨執政 中華民國就會滅亡 各位 民進黨已經執政兩次了 中華民國並沒有滅亡 我們現在選的 就是中華民國第15任的總統 我不會把國號當口號 但是我知道 中華民國要萬歲 就先要落實國防自主 中華民國要萬歲 要先做好我們的經濟轉型 中華民國要萬歲 就要堅守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人民關心的 不是總統會不會用膝蓋走路 人民關心的是總統會不會遇到中國 膝蓋就挺不住 這次的選舉過程中 韓市長和國民黨很害批評我說這個國家 其實我講這個國家 是要提醒他們 心裡不要都是那個國家 韓市長被問到 哪個國家最危害台灣的安全時 他第一個時間總是吱吱吱 不敢講出那個國家的名字 我告訴你 那個國家就是中國 我來念幾段 習近平在今年1月2號的原文 給全國的人民聽 習近平說 推動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達成海峽兩岸共屬 同屬一個中國 共同努力 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 他又說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對岸已經講得很明白 很清楚 也很直接 台灣的主權已經面臨重大的挑戰 然而 我的競爭對手 還在跟我談 非洲的水牛跟豬八戒 親愛的國人同胞 九二共識裡並沒有中國民國 韓市長在政見會中高喊的 那三聲中華民國萬歲 也被中國的央視刪去了 國民黨到底要吃七七人多久 中華民國要萬歲 靠的不是九二共識 靠的是團結人民 靠的是堅實的國防 靠的是自主的經濟 這些都是蔡英文 一直努力在做 一個分裂的台灣 無法面對中國的滲透威脅 這一點我相信 我們兩位競爭的對手都很清楚 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之間不是沒有共識的可能性 也不是不能對話 剛才宋主席提到的團結 我記得去過去的這三年 我曾多次向他請願 我也請託他去參加 EPEC的領袖會議 他也肯定我這個團結的心情 只要我們有共同的認知 對未來有共同的方向 沒有人可以欺負我們 我們在第一場的證監會中 我曾經提到 團結台灣必須要有共同的認知 在這裡我再把這四個認知說一遍 第一破壞台海現狀的是中國 不是台灣 所以當中國壓迫我們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移植對外 第二中國利用九二公司 正在掏空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必須要更加堅定的捍衛主權 第三不能以主權交換短期的經濟利益 所以我們要有一條底線 任何人做總統都不能超越那條線 第三要警覺中國正在全面的滲透 分化台灣的社會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民主的防衛機制做起來 建立起來 例如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反滲透法 這場選舉一定有輸有贏 如果我們對國家的主權沒有一致的想法 那不管誰贏了國家終究會輸了 前一陣子我接到一位香港的年輕人 寫信給我 他的信上是這樣說的 我想請求台灣人民不要相信中共 不要相信親共的任何一個官員 不要落入中國的金錢陷阱 你們經歷過二二八事件 經歷過了白色恐怖時期 也看到了香港的下場 他又說 所以希望各位能夠放下各自的政黨 跟政黨的包袱 好好團結 一起抵禦中國的文攻武嚇 也請好好地想想子女的未來 不要再犯上同樣的歷史錯誤 他很擔心台灣的下一代 所以他說 等二十年後他們長大了 需要讓他們走上街頭 經歷一樣的事情 這些結局 我們沒辦法再為你們再示範一次 這封信 我反覆地看了好幾次 心糾結了好幾下 尤其是結尾 他說 我們沒有辦法再為你們示範一次 語重心長也自自學淚 把信讀給大家聽 不是為了要談亡國感 而是要讓所有的台灣人說 一月十一號 我們手上的這張選票 可以決定 我們今天的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繼續下去 全世界都在看台灣 一月十一號怎麼做 謝謝大家